我们对有关方面公然诋毁香港国安法和香港国安条例 干预特需法治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我想重申 罗冠聪等人长期从事反中乱港活动 其恶劣的行径 严重危害国家安全 严重损害香港根本利益 严重冲击一国两制底线 香港警方依据香港国安条例 对其采取措施 是维护香港法治 捍卫国家安全的正当必要之举 合情 合理 合法 香港国安法和香港国安条例 打击的是一小撮 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 保护的是全体香港居民 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 香港国安法域外适用 完全符合国际法 以及各国各地区普遍实践 不容指摘 我想强调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预 我们敦促有关方面 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法治 停止插手干预香港事务 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 撑腰打气 停止包庇罪犯